大家好,我是Zu,今天带来一期全晃了二分,再次加强版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大圣哥对战02UM玩家 双方都是无规则玩法呀,但是大圣哥是选择的三问 我们知道02UM玩家他是平台无规则的一霸 但是大圣哥还是比较克制他的 来看今天大圣哥还能够拿下他 又是心里奴的对战 感觉大圣哥抓到02UM就想虐一虐的感觉 现在02UM玩家好像得到了一个进化 对大圣哥的玩法有点熟悉了 在用之前的套路打他好像有点不灵了 现在给个转腿,转了挺手 转腿,点一下就是肯定闪身再来一个踢兵 吹兵,板边跳一下 板边再压制 但是这个赛斯啊,赛斯可不是一般的黑啊 老黑赛斯 现在02UM玩家快速一个闪身后撤 和大圣哥玩起了一个心理战 玩起了,对,耗起了时间 他知道和大圣哥硬钢的话 应该是很难钢得过 他使用力点小好的战术 我们接着看大圣哥的比例 大圣哥这一局被套路了啊 看来 另外一部玩家的天敌大圣哥好像也有点 现在敌不住了 捅一棍子 哎,捅棍子被钢 现在库拉在却兵 哦,比例也钢CD 说风你钢我一下,我钢你一下又被钢了 哇,用钢CD的方式拿下库拉 这个真的够硬啊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UM玩家 他这个克里斯 哎,克里斯是不断跳 比例就是不动 克里斯在等比例上门 比例也不动 比例捅棍子 那么这个时间没有了 究竟谁胜谁负呢 现在克里斯终于发动了一波进攻 高CD UM玩家还是耐不住性子 急起来了 跳CD 后抓 哎呀,抓住了 中个超杀哦 半管血要将近 后面克里斯就弹CD 但是被钢 哎呀,比例这也要进攻了吧 对,比例也要进攻了 克里斯又弹CD 哦,在02中 克里斯这个CD 仍然是这么变态 和98C一模一样的 现在这种情况 哇,谁也攻不破防线 防御都做得非常好啊 可见求生欲非常强 很认真的样子 比例隐藏大招这样扔 这时候肯定不会中 而且没有时间了 棍子都掰折了最后 故意放个隐藏大招的 直到赢不了了 现在看第四个回合 哎,第四个回合 大圣哥的雅典娜 这个雅典娜 可是零儿幽安莫家的 拿手好戏啊 现在零儿幽安莫家 不断的跳CD 哎,连续跳CD压头 开电了 发波 发波 克里斯闪过 凤凰剑压一手 凤凰剑压一手 克里斯再闪过 哎,雅典娜又是不断的发波 克里斯又闪过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呢 克里斯跳CD弹下来 然后再划铲 连续的划铲 不断的划铲 哎,划铲BC 跳CD压住持续 后面后抓 克里斯怎么办嘞 克里斯 克里斯防住 在等雅典娜落地 但是雅典娜落地的话 也抓不得什么破绽 大圣哥也开始 对,裸方大招了 对手变身 变身 大蛇克里斯也没有用 还是被电到了 变身以后 他试图使用阳光普照 这个其实都知道的 现在 哎,闪一下 两个雅典娜 这一波 U-M玩家 哦,空头 发波 波声 又开始波声玩法了 感觉开始耗了 双方有反弹盾 八个波 和零儿U-M玩家打 你一定要耐住性子 不要看聊天信息 一看聊天信息就完了 因为他的嘴炮 也是有50%的战力加成的 混击剑 跳起来大招 完了 还是被U-M玩家给收掉了 急了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大圣哥 有一个K49 这局 K49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看能不能拿住U-M玩家吧 好,这一局大圣哥 迟迟没有选人 现在选到了 他用K作为首发 这一局 先给一个滑场 开场就是宿命之战 水火焦龙的宿命之战 这是 因为一个冰属性 一个火属性 好 后面K再发一个U 这是直接踢冰 冰系的 很克制火系的 突然发现 对,水克火嘛 转腿踢冰 踢一脚 K明显是已经不行了 大招裸放 带走 好稳的一个裸放 我们继续看下一场 第二个回合 大圣哥的气甲射 库拉直接断转腿 看大圣气甲射 哎呦 连续的下凡托马斯 中友情人手 闪到背后再来一个闪 这个闪身好自信 看库拉那滑铲 哎,转腿 跳起来 压起身 转腿 气甲射稳住 气甲射稳住 后面气甲射 看怎么办 哎呦 被反弹了 弹起来踢脚 转腿踢冰 气甲射再稳住 刚飞地 对手不上登 气甲射 哇,头具被拆 拆完之后 气甲射继续稳住 大招来了 吹鼻大招抓头 哇 这个大招抓头 从对手的冰中冲了出来 后面还剩五秒的时间 气甲射只要跟他耗时间就行了 不被库拉破防就没有问题 看 耗过五秒的时间就赢了 现在进入到下一场 今天打的有点 对 有点防御性 都是球形于特别强 开始了一个耐心的操作 谁的耐心更强 谁就赢 气甲射再次拉后 哎,但是被CD CD 又是这个CD 跳地 跳B 中前击手 开拉 这是抢了个反身位 炸完之后 大圣哥 现在这个气量 气量不够释放炎酱拳的 刚才 气甲射放到最后一位 还是比较好使 哎,克里斯不断的想掏一个滑铲 跳地 后抓 没有抓住 哎,抓住了 无时无刻要预防克里斯的后抓 这个后抓太可怕了 很快 速度很快 好的,现在进入到大圣哥的K49 哎,K49开场就烧烧了 就踢了一脚 那么双方就来到第五个回合 现在看 U-M玩家的雅典娜 大圣哥是比较紧身的一个玩家 很爱玩细节 哎,雅典娜先发个波 大圣哥把他抢过来 投一下 后面起身 哎,再来 跳起来 压起身 再来 大招来了 雅典娜快速两个闪身 李亚上去 凤凰剑 压一手当时被反抗 K49开始了 武功手上 还是中了一个大招啊 好的,比分一比一 哇,这个抢二打的时间够长的 已经耗到了七分多钟了 现在 现在看最后一局吧 最后一局 看大圣哥 能不能拿下他吧 打的确实很吃力了 大圣哥 其实这才是 无规则中的高端局 对 无规则也有细节的 那库拉起身 哎,库拉又是试探性的踢脚 但是每一次踢都被钢回来 比利又是不断的空中CD 库拉不上道 不配合他了 哎,又CD 攻不破 后面大圣哥的比利是不断拉后 哦,拉后是没有用的 还是进攻比较好 进攻回报更高 后面吹兵 大招 比利呢 哎呦 比利先抡个CD 后面转腿 跳地离箱 哎,反刚了一下 连续转腿 踢个兵 比利起身 对手大招开了 开了就转 哦 转一下子先 还是耗赢了这局 把时间给耗没了 来看UM玩家的克里斯 这场 跳赛地 跳地 滑铲BC开 大招推推推 推完之后 克里斯继续向前 踢 哎,但是比利的棍子又捅过来了 跳一下赛地 跳一下 捅一波 后撤 跳 后抓 哎呀 好吧 现在看大圣哥的库拉吧 双方都这么谨慎的吗 第三个回合 大圣那个库拉出手 滑铲滑一下 跳地打一项 滑铲再滑一下 库拉中有前进手 开BC 大招 还是上来了 起身之后克里斯 几跳 大招 空了 克里斯也没有闪身 他知道可能也来不及了 嗯 冰一下 跳CD 先 后抓 没有抓住 哦 爆气了 库拉 应该是紧张了 应该是想连招带爆气来着 人家裸爆了 暗串了 双方就这样有来有回的 对 僵持了十分钟了 哎 跳一个CD 跳一个CD 升龙 后面起身之后 克里斯还滑铲 滑铲 跳 钢CD 硬钢 BC 没有时间了 又耗到没有时间了 好吧 真是有耐心呢 现在来到了UM玩家的雅典娜 吹兵 哎 看这个情况 大神哥应该是胜利在望 但是也不一定 发波 发波 中情人手 开BC 升龙升上去 没有开大招啊 大神哥 留守了吗 大招 哎呀 哎呦 差一点 哇 超级疯狂 王天 硬怼过来了 其实刚才大神哥 有机会开大招 没有开 好吧 来看大神哥 最后一个包子吧 这是夫妻局啊 这一局 哎 刚才地被反刚 闪到背后 反而中了一个 12345678呀 情况不妙 后面包子起身 压电纳跳起 哎呦 刚才地是不能用 用不了 大招 裸放 包子也开始吃大包子了 但是吃大包子也要挨打的 12345678 UM玩家拿下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顿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